平日大家网購的時候 當遇上貨不對版 或者收到發毛貨 大家會怎樣做? 相信絕大多數人 就算不要求退貨退款 都肯定會找個商家罵爆他 不過台灣當局顯然就比我們包容得多 多年來他們花費大筆金錢 從美國扣入過時軍用裝備 早已經不是什麼秘密 但最近更誇張的是 在收到一大批發毛過時裝備的時候 台灣當局竟然面不改用 甚至連說半句埋怨的勇氣都沒有 美國國防部監察長辦公室 近日發表調查報告 透露台灣去年12月 收到一批由美國交付的軍事援助物資無法使用 為何無法使用呢? 根據報告披露 因為軍援物資中有270萬發子彈 是1983年製造 不單止過期 部分子彈包裝還出現散裝 錯誤包裝的情況 這批物資 還包括3000件防彈板 以及500件戰術背心 但部分都出現受潮發毛 報告解釋 這批一共超過340個貨運托盤的軍事物資 在美國加州一個空軍基地 滯留了3個月 由於那個基地缺乏足夠 而且適當的儲存空間 就導致這批軍事物資 在等待運輸期間 經歷了日曬雨淋 還淹了水 有人說免費沒有好東西 但這批所謂軍援物資 就一定不是免費 這批物資表面上是來自2023年7月 白宮首度宣佈動用的總統提取權 對台提供價值3億4500萬美元的軍援 但拜登政府之所以動用總統提取權 無非是為了緩解部分國會議員 對於美國收了錢 但遲遲未按時向台交付 高達190億美元軍火的苛窄 簡而言之 就是美國先收錢 後走數 唯有急急忙忙地湊一堆垃圾 硬失給台灣 反正台灣當局都不敢說不 從蔡英文再到賴清德當局 會否一開口就說台美關係堅如磐石 但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近一段時間以來 美國軍援烏克蘭和以色列的武器 有沒有出現過這些問題 美國這種做法 究竟是台灣地區是磐石還是水魚 答案其實顯然意見 說穿了 只是台獨分子不願意面對真相 再見